只要回到十一年前 我就可以改变人生 重新来过 备受老板欺压的小助理 每天都在幻想着回到过去 改变自己的命运 将自己的老板狠狠地踩在脚下 原来他的老板是跟他大学平窗的死对头陆寻 在大学期间 拿了一等奖学金的钱 为正愉快地在台上领奖 谁料却被陆寻毫不留情地赶了下去 只因他是特等奖学金 不仅如此 他在下台的途中 却不小心摔倒在地 这件事让他成为了全校的笑柄 两人的梁子就此结下 他暗自下定决心 一定要超过陆寻 可现实就是这么残忍 不管他怎么努力 直到今天他也没有能力超越优秀的陆寻 甚至还成为了他的小助理 就连薪资也是人家的一个零头而已 每天不仅要忍受着陆寻对自己的打压 还要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脾气古怪的他 可薪资却是一分也不长 生活很苦 可爱情很甜 这日 他终于等到了男友回国的消息 他满怀欣喜地来到两人约定的地点 殊不知 这竟然是一场平门宴 昔日的男友摇身一变成为了敌对公司的法务组监 而两家公司正好负责同一桩案子 钱维这才明白为什么每一次他们的策略 都会对对方摸得清清楚楚 自己一直以来都是被男友利用 觉得自己的真心为了贪 男友向他解释的同时 还不断比低他的工作 让钱维生气不已 认为两人道不同互相为谋 决定和男友分道扬边 还将男友送给自己的邪人给他 谁料重心不稳 狼狈地掉进水里 似乎老天也在嘲笑着他的愚蠢 伤心欲绝地他坐在车里哭泣着 本以为老板拿衣服给他是擦眼泪 老师让你擦擦包啊 你那有证吗 你是因为我跟我你四年 你能不能跟着我前的我孤独死人 你把我证悟不保护 我跟你说我在里面就已经死了 被我定死了 我让我来找你 我是你老板 又不是你男朋友 闻不到我去 情场失忆地他来到庙里 想着一路走 自己都是如此倒霉 陆施命运的不公 就在此时 伴随着天空一声巨响 几个人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吓得他赶紧逃跑 没想到摔了一跤 直接掉进了河里 而之前爸爸给他留下的戒指 也掉进了河里 他连忙潜水去打了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自己竟然坐在了 学校课堂之中 而身边的同学们 都在认真的考试答题 让前唯一时间难以接受 以为同学们为了同学聚会 花血本搞了个真人秀 可当他看到 本以泄影的老师 突然有了茂密的头发后 忍不住上手薅了一番 他意识到自己 穿越到十年前的大学时期 他发誓这一次 一定要改写自己的人生 走向巅峰 如今的这些试卷 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他三下五除二就解决完了 自信地交给了老师 还直言试卷太简单了 随后放下豪言壮理 以后所有的奖学金 他全部包了 交完卷的他 开心地跑向操场 想好好感受着美好的青春 看到让自己未来 成为万年老二的陆寻 他忍不住跑到他身边 放下豪言 这时 他看到老爸发来的信息 才想起这个时候的老爸还活着 他迫不及待想要见到老爸 顺便带他去检查身体 没想到半路遇到了未来 抛弃自己的男友李重文 重活一次的他决定离李重文远远 不想与他有太多的瓜葛 两人僵持之中 遇到了陆寻 你考试作弊 殴打学长 翻墙咆哮 你要干什么 你一天违反了校鬼 比别人一年违反了都多 你不计处分心理难受 说着陆寻应声声地 将钱维拉回了宿舍 第二天的开学典礼 钱维看到活着的老爸 开心地跳到他的杯上 一个劲的撒娇 让老爸也特别开心 送给他一个戒指 叫他人生不如意的时候 就去扭转上面的转捩 就在这时 陆寻来叫几人赶紧参加典礼 可知道老爸会生病的钱维 立马叫老爸去医院检查身体 虽然老爸一头雾水 但是选择听取女儿的意境 正好陆寻的妈妈就是医生 主动带他们去做提警 他们来到了医院 在门口等待老爸的前围 看到别人正在吃车驴子 想起老爸临死前都没有吃过 只因自己觉得太贵舍不得给老爸 我说两百块钱 当时怎么有这么个分 于是叫陆寻借点钱给自己 咱俩才是几天 我跟你熟 你没事 昨天四天的时候 今天五分钟 如果你现在把钱借给我 那我都是全手 最终 厚脸皮的钱围借到了钱 他立马买了一盒车驴子 很快老爸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 一切正常 让钱围选着的心态放下 并且把车驴子拿给老爸 然后你想吃多少吃多少 然后别人家有的全灭一会儿 为了以防万一 他还让老爸不要去厂里上班了 因为那里密封性强 里面的化学指标肯定超标 容易引起血液病 老爸为了不让女儿担心 只好嘴上硬色下 送走了父母后 陆寻看到钱围拿五百块买的盒车驴子 觉得十分不值得 忍不住说了他几句 并且两人刚刚认识就借钱 那大学四年得借走多少钱 他现在已经开始后悔赔钱 为浪费这么多时间了 你想做问题少年 没关系 不要牵连别人 随后愤怒地离开 曾经的尸体 对他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毫无意外 他终于超过了 从今让自己成为万年老二的男人陆寻 面对这个好的开始 他制定了一系列逆风翻盘打倒陆寻的计划 在三四谈下 他决定复刻陆寻的完美人生路 让他无路可走 就在这时 室友发现内衣不见了 觉得一定是被人偷走 钱围这才想起之前确实出现过脱内衣的变态 为了扬名立万 他决定主动帮大家解决掉这个麻烦 只见他在变态出现的地方提前埋伏好 果然变态出现了 拿着扫把疯狂打着变态 让变态慌乱逃跑 可提早知道变态逃跑路线的钱围 总能提前一步堵住变态的去路 让变态都满脸懵逼 逃不过的他连忙将偷走的内衣和戴着的帽子 扔给了正在散步的陆寻 随后自己毫跑 陆寻当场被误认为是变态 宿管大妈嚷嚷着要将他戴死 知道真相的钱围连忙解释着 我心想看见那个四郎把戴子递给他的 而且我们俩刚才在散步 我们要一起去吃饭来着 可陆寻却十分正直 当场表示与钱围不熟 还让作为法学生的钱围 不能知法犯法为他人作为证 叫你这样的贪呼我可不学 大妈便让陆寻找出偷内衣的变态 为了抓到真正的凶手 带着之前记忆的钱围 领着众人在附近的奶茶店 成功抓到了变态 钱围因此一战成零 不仅受到同学们的喜爱 学校还对钱围进行了表彰 让他十分得意 终于在陆寻面前有了挺胸抬头的机会 不仅如此 他还成功打败陆寻 成为了班长 再次打败陆寻的他有点飘飘然 陆寻 我掐紧一算呢 你没犯了 要不这样 你跟我认过书 然后呢 报警我的大腿 我就帮你想办法画家画家 可好景不长 钱围为了帮结解情维修门组 悄悄混入女生宿舍 误被当作变态 钱围连忙跟宿舍大妈解释 虽然让钱围幸免被扭送到派出所 但却被老师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责怪他身为班长没有做出一个好榜 还给几人处罚 还找了监工 当了老真这么多年的学生 我还能不知道他到底最逗不信吗 说是找什么同学监督我们 其实到时候全呐 那好像用十六小银 可钱围这次却失散了 老师竟然叫死对头陆寻成为他们的监工 这可怎么偷懒 为了少跳几圈 钱围半路装起了肚子痛 而默默关心他的陆寻顿时紧张起来 直接从台上跳下来朝他走过来 钱围看到严肃的陆寻有点心虚 连忙站了起来 谁料陆寻坚持背上他 这怎么去呢 既然答应的 就必须要来着 陪他继续走完剩下的路 顿时让钱围对陆寻有了不一样的看法 为了赶超陆寻 他决定复刻陆寻的完美人生路 让他无路可走 而完美人生路的第一步就是加入辩论队 这样便能得到老师的青睐 从而有机会去一流的律师实习 积累人脉 可他没想到辩论队的面试官 竟然是曾经的男友李重文 再一次面对李重文 钱围表现得十分淡定 他只想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已 不想与他有过多的纠缠 于是他凭借着出色的表现成功通过了面试 还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赞赏 这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当他离去时 却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雨 这时李重文跟了出来 还脱掉衣服准备送他回去 而他却本能地躲闭 让李重文感到十分困惑 明明两人刚刚见面 为什么钱围好像很讨厌自己 不知道是自己哪里冒犯了他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原因 说完 钱围就跑进了大雨 而这一幕恰好被陆寻所看到 没想到他将准备好的散地给了李重文 随后淋着大雨跟了上去 或许他才是真正的想要跟钱围成为一路人 可他却是以拿错资料 为由解开了钱围的一步 随后他脱下外套 钱围以为他要给自己踢上 还在客气着 本料陆寻是拿衣服包住资料避免打湿 这一举动与十年后的陆寻简直如出一辙 那时的他被李重文抛弃正在伤心难过 陆寻将自己的衣服递给了他 本以为他好心给自己擦眼泪 谁料只是让他擦装着正物的背包 怪不得他十年后还是个单身狗 引接着陆寻又拿出一包纸 雨下那么大 这应该没什么用 算了 再见 说完便离去 气得钱围哑痒痒 殊不知 陆寻就是嘴硬碍面的 他不想让钱围看出自己的关心 回到宿舍的钱围收到了李重文为他准备的僵查 回想起曾经李重文无时无刻为他准备的僵查 而上面贴心的便利期 陪他度过了无数个重要的时刻 让他觉得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体贴的男人 还沉醉在李重文用便利贴编织的美好世界里无法自拔 直到他抽身离去 才看清这只是一座囚龙而已 曾经恩爱的点滴历历在目 这时陆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原来陆寻甲借送资料的名义 想给他送点冒药 却发现他的手里早已有别人准备好的僵查 只好把自己的关心又收了钱 没想到钱围绞尽脑汁想要超过陆寻 可陆寻却在背后这样默默地关心的他 为了防止十年后的陆寻再次成为自己的老板 他决定撮合陆寻与校花在一起 这样就能让陆寻沉迷于美色而荒废学业 自己这个万年老二就可以真正的闲鱼翻身了 他先是以学生会拉票唯有给陆寻发去消息 约他明天去汉兵场 随后告知校花 那个陆寻想约你明天去玩汉兵 你有时间吗 好啊 正好我明天有空 心想汉兵场这种脱单圣地 一定会让陆寻成功脱单 陆寻 陆寻 红线我已经给你捧死了 来向命运的打手去屈服吧 次日 他以为陆寻和校花早已在汉兵场甜甜蜜蜜 正准备去其他地方拉票 却发现陆寻也在此复 原来陆寻手机停机并没有看见他的本机 于是他立马带着陆寻赶去汉兵场 可陆寻却装作一副不会滑的样子 纤维觉得时间紧 任务中 看到陆寻能够站往后 便一把将他推向校花的方向 我不会 你老推 我干什么 没关系 我们可以追上他了 你不要这样 可钱川却一直围在校花身边 纤维生气地将这个捣乱的弟弟拉开 试图给两人制造单独相处的空间 可钱川也想追求校花 又跑向了校花的身边 而陆寻又一副不会滑的模样 紧紧地抱住钱维的手臂 眼见这招没有用 他又去拿了一个泡泡枪 试图给两人制造浪漫的氛围 可突然冒出来的泡泡吓了他一大跳 脚一滑差点摔倒在地 而声称自己不会滑的陆寻 竟熟练地滑到钱维身边 将他搂在了怀里 你不是说你不会滑吧 我那是逗你了 我就想看你到底有多会 只有滑啊滑自己都能摔 反应过来的钱维 又将陆寻推到校花身边 想强行给他们制造浪漫 可陆寻根本顾不上校花 他的眼里只有钱维 看到钱维笨拙可爱的模样 想逗逗他 不顾他的挣扎 推着他向前滑去 似乎他们两人才是般配的一对 在一旁休息的秦维 发现钱川为追求校花 在放衣服的柜子中准备了惊喜 为了阻止钱川 他偷偷摸摸地想要打开柜子一探究竟 虽然陆寻不断地在一旁阻止他 但是无济于事 你那是什么 结果打开后 钱川提前准备好的气球都飞了 让钱川气得不行 而陆寻却高兴地像个傻 两人打闹的模样 仿佛是热恋中的情侣 好像这场约会就是为他们所准备的一番 罚兵结束后 钱维为了给陆寻和校花制造独处的机会 强行将钱穿色镜出租车打发 随后叫陆寻送校花回家 可陆寻天生反骨 就是不听钱维的话 非要赖着钱维 这场精心策划的约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钱维这个红娘比当事人还生气 说了这么好的一个独处的机会 你就给我浪费了 我跟他就是朋友 我没有那个意思 你从哪听了这谣言 你告诉我 你现在没有这个意思 等以后你有这个意思的时候 就来不及了 懂吗 然后你就自己咕嘟咕嘟 咕嘟了十年 钱维准备给他恶骨追女孩的记性 势必要让他追到校花 可陆寻对校花丝毫不感兴趣 他在意的只是钱维 为了与钱维有更多的相处机会 只好假意顺度 只见钱维点了泡沫最多的咖啡 随后跟陆寻解释整 这样在他喝过了 咖啡吃粉 上嘴唇就会沾满泡沫 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柔情地伸手 替他释出他唇上了泡沫 让他心里的小鹿乱撞 懂了吗 说完 还掩饰起来 没想到刚喝完 陆寻立马献学现 帮他擦拭嘴角 让钱维有了一瞬间的心 他连忙转移自己注意力 可以啊你 我谁知道 紧接着 他又带陆寻去学习打棒球 声称这样可以散发荷尔蒙的气息 经过钱维的耐心指导 陆寻还是什么都不 干脆撒手不学了 校钱维有能耐自己表演一下 没想到钱维的水平很高 接下来 钱维又带着陆寻学做蛋糕 钱维正吃着两人亲手做的蛋糕 这时 陆寻深情地用手帮他擦拭嘴角的奶油 让钱维的内心小鹿乱撞 在如此暧昧的氛围中 忽然 陆寻将奶油直接抹在了他的脸上 顿时把钱维拉回了线时 两人打闹起来 钱维将撮合陆寻与校发的事抛之脑 回到宿舍的他才想死 于是帮陆寻与校发见面 谁料校发却拒绝了 并且告诉他自己和陆寻只是朋友关系 希望他以后不要帮忙千桥搭线了 钱维以为陆寻惨遭拒绝 于是给陆寻发去消息约明天见面 看到独自在咖啡馆看书的陆寻 一副失恋后惨兮兮的模样 连忙进去安慰他 陆寻立马装做可怜兮兮的模样 你说这两个人没有缘分 这强求了 也没用 为了安抚陆寻 钱维亲手为陆寻吃起了甜品 这让表面难过的陆寻 心里顿时乐开了花 陆寻立马解释自己提前订好了晚饭 和准备好了电饮片 可还没来得及迈出那一步 就被笑话拒绝了 随后把锅甩在了钱维身上 认为是他的计划有问题 浪费了电饮票和晚饭 说着就准备撕掉电饮票 我陪你去还不行吗 你陪我有用吗 于是两人来到了提前准备好的餐厅 陆寻声称自己难过的没有力气切牛排 无奈之下 钱维只好帮忙切好 可陆寻又一副难过的吃不下的模样 钱维只好亲自喂他 计谋得逞的陆寻 此事整个人都美滋滋的 还表示自己为他准备了一个餐后惊喜 什么时候我们叫一下 说吧 就拉着钱维跑去的餐厅 没想到钱维教陆寻的撩妹技巧 全部都被陆寻用在了自己的身上 不知他是否感受到陆寻的血 女孩穿越回十年前 却还是逃不过命运的齿轮 再一次遇见了十年后 抛弃自己的男友李重文 她回想起曾经就是在这条船上 与男友一吻定情 还好他早有准备 将自己的脸遮得严严实实 就是为了斩断这段孽缘 可该来的还是来的 他们的船遭他人撞击 眼看李重文向他扑了过来 钱维立马将他推进了湖里 李重文因蜜水昏迷 躲不过命运的钱维 准备为他做人工呼吸 陆寻顿时醋意大发 赶忙拉住了他 自告奋勇地替李重文做人工呼吸 醒来后的李重文连连感谢着陆寻 太恶心了 你不要跟我说话 最近这 不对 最近这音乐 别让我看见你 尤其是你这张嘴 之后几人来到了鬼屋 钱维还在不断地提醒陆寻 一定要把握好机会 好好保护笑话 今天这个喜糖自己吃定了 随后催促着陆寻赶紧进去 谁料进去之后 钱维就被吓得不敢抬头看 而陆寻看到害怕的钱维 默默地走了过去 钱维以为是自己的弟弟钱川 立马扑进了他的怀里 而陆寻也是任由他抱着自己 全程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 直到两人走出了不容易 钱维这才发现自己抱错了人 尴尬地想要逃走 等会儿 刚刚是谁拉着我不放 现在想跑 那你说你要了便吗 泡个礼物给我就当风口费了 钱维又来到了这个熟悉的场景 而自己没记错的话 陆寻马上就要看上那本书了 看见没有 那本书已经绝版了 就套那个 但是套了很久都没成功 为了不浪费时间 钱维只好花钱买下那本书 送给陆寻 讨他开心 随后带着他在摩天轮的最高点 寻找笑话的棕子 想要继续撮合两人 你说真爱 真爱这东西是需要找的吗 真爱它往往会 慢慢地就出现在自己身边 你如果去找的话 没有意义 你有可能找到 那根本不是真爱 只是你觉得是真爱 但其实他并不是 你懂不懂 可钱维根本没有听进去 只顾寻找笑话的下落 发现他们正在鸾狼人杀 于是带着陆寻加入了他们 本来钱维要帮着陆寻和笑话的 但是没想到陆寻总是赖着他 导致钱维喝了很多酒 李崇文心疼钱维 于是偷偷将酒水换成了矿泉水 却被大家发现了 于是李崇文便代替钱维接受惩罚 却导致味病犯了 可山上并没有药店 他本能地想要为他熬制 大枣花生粥缓解疼痛 一旁的陆寻听到后 眼见自己喜欢的人 要为别的男人熬粥了 立马将火揽到自己身上 还亲自为李崇文喝下 这时李崇文才反应过来 我胃疼要喝红角花生粥 你怎么知道 钱维自然知道 因为曾经李崇文为了拯救绿组 每次喝酒喝到胃疼 都是自己为他准备大枣花生粥 可他并不能将这些说出来 回到十年前的钱维为 为何突然问出这句话呢 就在刚刚 钱维发现自己身上 突然长满了疹子 本想找弟弟钱川帮忙 可钱川却并不在房间 只有陆寻一人 他回想起从前 钱川就是这个时候趁虚而入 抢先跟笑话表白并且成功了 钱维害怕被扣上 让陆寻孤独终老的黑波 于是他不顾身上的刺眼 拉着陆寻就要去寻找 钱川他们的足迹足止表白 可陆寻却不管什么笑话 什么表白的 执意带着钱维来到了医院 在医院中的钱维 看到钱川发的朋友圈 发现钱川表白失败了 他高兴地将这个消息告诉陆寻 陆寻的反应却十分平淡 似乎并不在意此事 还没收了他的手机 让他安心看病 钱维心里忍不住吐槽 见过奥运会几数年 见过高考法考研究 见过万年铁书开花 就是没见过甜甜的恋爱 砸到陆寻的头上 医生告诉钱维 只是被跳蚤咬了 开了外用的药涂抹就好了 但是不能挠 两人还被医生误以为是情侣 夸赞陆寻这个男朋友 又帅又细心 他不是我男朋友 是我同学 那他一定喜欢你 医生的猜测 让钱唯一时间愣紧 回去的时候 陆寻见钱维一直挠着身上 想起医生的叮嘱 便把他背起来 直言这样就没有手带挠了 看到如此暖心 又讲义气的陆寻 不是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不对不对 一定是钱老板 难得对我好了一回 我就斯德哥尔摩上身 错觉 一定是错觉 可又想起刚才医生 对自己说的话 他忍不住询问陆寻 是不是喜欢自己 默默关心他的陆寻回想起 曾经钱维说过的话 简直的心理 只有事业和赚钱 在我工程龄旧之前 没有这些世俗的愿望 立马否认了 只说自己只是建议勇为而已 这才让钱维如释重负 为了报答陆寻 他询问陆寻 有没有喜欢的东西 恰好此时 陆寻让他抬头看星星 钱维却误以为 他心里挂念着笑话莫子心 陆寻果然最想要的 还是小星星 真相定 那个成不欺我 发现这个姐 帮你 一行人在小区 做普法宣传时 钱维遇到的第一个案子 就十分棘手 只见两个小孩 因一个娃娃 在钱维面前争吵着 钱维试图跟两人讲道了 李重文深知跟小孩 是讲不明白道理的 于是他提出带钱维去帮小孩 再抓个娃娃 以此来解决两人的矛盾 钱维一听觉得十分有道理 便跟着李重文一起去抓娃娃 让陆寻有些吃醋 等两人抓到娃娃回来时 发现陆寻早已解决好了 两个小孩的矛盾 钱维忍不住夸赞陆寻 陆寻本想借着这方法来告诉钱维 自己那天晚上面对他的质问 当场否定 这并不是他的本意 可钱维根本没有认真在听他的话 只顾着把玩手上的折纸 让陆寻生气不已 一把抢过他手上的折纸 中场休息时 李重文特意给钱维送来了奶茶 没想到被吃醋的陆寻一把抢了过去 自己喝了起来 学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这个口味 太好喝了 这简直你也太了解我了吧 你怎么知道 钱维背他的这波操作惊呆了 而李重文不甘示弱 刚才钱维没吃饭 陪我去抓娃娃去了 我说我买杯奶茶给他 早知道你也喜欢这个口味 我就应该多带一杯 无关系 就是一杯也够了 毕竟钱维他也不能吃太甜的东西 我替他喝了正好 这个奶茶特别的好 我进去让你也尝一口 我推荐 没想到李重文为了在情敌面前找回场子 竟然将剩下的奶茶一口干了 也不嫌弃对方 看呆了众人 他在小区进行普法宣传时 一位老奶奶找到他帮忙 只因他的养老钱被偷了 这时奶奶的孙子却想拉着奶奶回家 这让钱维回想起 十年前就是奶奶的孙子偷走的钱 后来被警察抓获 奶奶见孙子要被带走 抱着警察的腿扑诉着 孙子从小没有父母 是自己没有教好他 这才走上了歪路 希望警察们网开一面 钱维为了阻止悲剧再次发生 他趁男人不注意 拿走了他包里的钱 用法律知识威胁男人承认错误 并让他写下了保证书 将钱还了回去 可离开的时候 男人眼神中充满了对钱维的恨意 而这一幕恰好被李重文和陆寻看到 李重文深知男人不是擅长便跟了上去 没想到男人回去后 就找了几个小混混准备教训前围 原来你是个小流氓 当时真应该报警给你送出去 你和他们是一伙是吧 你敢追到这儿来 活腻了吧 被拆穿的男人 当场被激怒 几人扭打在一起 这事陆寻也跟了上来 李重文误以为他来帮忙 我没有以报知报的兴趣单纯路过 你们自己的私事 你们自己一切去 让男人都摸不着头脑 拿着砖头冲向李重文 却被看热闹的陆寻拉住 原来他早就报了警 而这时 警察也及时赶到了 将几名小混混及时抓获 陆寻忍不住打去李重文 这么弱还打架了 你可闭着嘴巴啊 就你强 虽然嘴上不饶人 可他却为李重文准备好了擦伤药 虽然知道李重文是为了前围 但是还是忍不住指责他 这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他这样的保护前围是不会领情的 可李重文却认为 以报知报虽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可对他来说已经够用 前围他单纯善良 在他的世界里 他一直觉得正义能够打败一切事实 恶人他不会因为你善良而停止作恶 只有惩罚才能约束他 这也是法律的意义所在 原因如果所有人都坚持暴力有效 那么拥有最强暴力的个体 就成为了正义本身 我们学法不就是为了成为法律的建设者 而不是破坏者不是吗 两人各有各的见解 分不出高低 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前围 前围有这两个男孩的守护 是何其的幸福 女孩重回十年前 为防止十年后的父亲再次患上白血病 他第一时间带着父亲去医院体检 好在一切正常 这才让他悬着的心放了下去 可还是逃不过命运的齿轮 几个月后 父亲依旧确诊白血病 母亲和弟弟看到报告伤心不已 而前围却故作淡定 安慰大家说这个病属于早期 父亲肯定会治好的 而陆寻一直陪在前围身边 不仅帮忙给前妇安排床位 还贴心地送前围回家 走出医院的前围 此刻却绷不住了 没想到再一次的人生 还是不能阻止亲人的离去 陆寻不断地在一旁安慰着他 也尽自己的努力帮前围排有紧案 每天跟前围一起去医院看前妇 还贴心地为前妇削水骨 逗前妇开心 俨然一副准女婿的模样 可前围却觉得不自在 就在前围出去办事的时候 前妇非要叫陆寻带他偷偷回家 等前围追上后 看到父亲正在翻墙 原来今日是父母的结婚纪念日 前妇想要回去和前母吃顿饭 拗不过父亲的前围 只好叫陆寻帮忙拿着电脑回家 让父母两人视频通话过纪念日 另一边 李重文也为前围默默付出 半夜四点就起来帮前围排队 让前围十分意外 而陆寻却为前围精心准备着爱心早餐 知道他喜欢喝山药粥 每天早早起来为他熬粥 却谎称是医院食堂加餐 护士长帮忙打他 直到前围发现陆寻的手过敏 想起在十年前 也是说护士长送来的山药粥 而他却看见了门口陆寻的背影 他意识到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 这个粥都是陆寻做的 不禁怀疑起来 他是大脑进水了 还是意识瞎了眼 他不会因为失恋到背上 急不择是看上我 却又觉得不可能 可陆寻的付出远不至此 得知前复治病需要很多血液时 他动用了所有的关系 帮前围凑齐了十多张血卡 让前围室友转交 还叮嘱他不能告诉前围 可是友却是个大嘴巴 转身就将此事告诉他 这十一张血牌 一直都是陆寻操的 只是那个时候 小新真的帮他隐瞒了 那些年 他究竟这样默默地 帮过过多少次啊 李崇文 不爱过 但是却很痛苦 所以我现在不爱过 来自十年后的前围 又一次收到了李崇文的表白 回想曾经 两人就是在这里 确定了恋爱关系 可如今 穿越回来的前围 虽然再次被李崇文的表白所感动 但他却拒绝了李崇文 表示自己这次想要的不是他 因为他去未来走了一番 看到了他们的结果 是以悲剧收场 就像是平行时空 在那个时空的前围 为李崇文付出了所有的梦想 所有的青春 但他的爱却被李崇文 狠狠地摔碎了 可李崇文面对前围所说的一切 却表示十分不解 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另一边 陆寻也在前围去医院的路上 准备好了惊喜 打算向前围告白 可等了很久也没有看见前围的踪影 却看见朋友圈李崇文 向前围表白的场面 顿时失落不已 关掉了精心为前围准备的灯牌 打算离去 恰好被前围撞见 他想起曾经 他接受李崇文的表白后 发现这条路的路灯全部被修好 本以为是自己运气好 这才知道是陆寻在背后 为自己默默付出 天哪 寻真喜欢我 明白陆寻心意的前围 却高兴不起来 不是吧 我这次来的主线 应该是你风翻盘 我现在就当个丘比特 结果心下带好了 所有剑粉上全砸 像我自己 磨磨磨磨磨磨 与此同时 失恋的陆寻在回去的路上 遇到了李崇文 他看见李崇文 一脸伤心难过的样子 顿时反应过来 立马拿出手机查看朋友圈 发现前围并没有接受李崇文的表白 他没接受 他没有接受 高兴得像个傻子一样 连忙来到医院找到陪床的前围 本想当面表明心意 却发现他早已熟睡 他担心前围着凉 连忙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 给他披上 最后衣服舍得离去 自从前围知晓陆寻的心意后 他就一直堵着陆寻 茶觉一样的陆寻 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 我上了迟来的告白 前围你听啊 前围虽然对他也有好感 但是却不敢答应 找借口说两人 不管是口味还是兴趣爱好 都不合适 陆寻打断他 前围差点就沦陷 可他还继续找着借口 陆寻让情维不要逃避 现在最核心的问题是 喜不喜欢我 我都跟你说 我就从来没有 过这种念头嘛 我跟你发誓 我但凡从以前到现在 有过这种念头的话 我就 你就一辈子做了自己 那不行 那你就是喜欢我 前围根本不敢发这样的誓言 因为十年后 他确实是陆寻的小助理 看到前围始终不敢承认 自己的感情 陆寻提出 让前围和自己接个吻 这样就能知晓他的内心 前围却心虚地逃走了 回去后的他 觉得现在的剧本 走向已经完全不对劲了 明明自己想撮合陆寻 和笑话在一起 却无意间改变了剧本的发展 睡不着的他翻看着枕头底下 发现自己不知道 从何时开始 把关于陆寻的一切 收集到了一起 比赛是赢了 人是不定之吧 弟弟把陆寻 果然也是陆寻的奸诈 另一边 陆寻在前围宿舍楼下一遍一遍地 练习着如何接吻 随后给前围发去消息 非要让他下楼给出答案 如果他不下来 自己就从窗户爬上去 未必无奈的前围 只好下楼 你考虑 咱们要不要接个本 前围为了明白自己的真心 便乖乖配合陆寻 就在两人快成功的时候 却被学校保安打断了 两人赶紧将保安给打发走 继续刚刚没有完成的动作 却再一次被别人打断 这叫他们十分恼火 可他们却不死心 就在最关键的时候 天上又开始打起了雷 行 干嘛办法联络 这么做雷必要 前围认为这是天意 两人在一起没有好下场 连忙跑回寝室 贼心不死的陆寻 立马追了上去 将他拉到一旁 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天意 随后霸道地吻上去 吻完后还问他甜不甜 前围一脸傲娇 就那样 等下我就说姐姐妈 就是像我这样 见多识广的人 根本就不会被你 像弟弟撩叨 什么叫见多识广 什么叫你 你见过很多 你只有跟你亲过很多男的吗 看到吃醋的陆寻 前围忍不住吻上去 两人终于确定了关系 沉浸在爱情中的陆寻 还有模有样地 学起了这首套 只为给前围一个惊喜 就在他为前围送手套的时候 却发现前围被一个男同学追求 顿时让他忍不了 你能不能稍微自重一点 赌门不成你就敢跟踪我 你什么意思 赶走情敌后 感受到危机感的陆寻 立马拿出自己亲手之的手套 送给了前围 让前围感动过 之后陆寻还做了个 有着两人情侣头像的学生 让前围惊讶不如 这种识恋脸的照片 这种初是怎么审慕我的 你这是在怀疑一个男人的实力跟魅力吗 两人秀恩爱的模样 被一旁的李重文看在眼里 顿时十分失落 他终究是输了 两人腻外的模样遭到前传吐槽 情场得意 独场失忆 你们俩这么厉害 小心破坏运气哦 你说点话吧 无信邪的前围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抽奖活动 却发现大奖全都跟自己失之交臂 他不相信前传的乌鸦嘴 于是将满满一箱的饮料全部打开 却没有一个重点 不禁开始怀疑起来 次日 班级里组织大家去海边清理垃圾 没想到前围被分到了最大的区域 可他刚吐槽完 就幸运地捡到一个应有再来一瓶的瓶盖 紧接着他又捡到第二个 他跟着瓶盖的方向一路捡过去 虽然都有假 但他却忍不住吐槽 直到看到了陆寻 原来是他用瓶盖将情维吸引过去 学校周围所有便利店的再来一瓶 几乎都已经在我这 看见前围高兴的模样 陆寻忍不住亲了上去 不远处的同学们发现亲密的二人 既惊讶又羡慕 为他们送上自己的祝福 而一旁的笑话内心却酸酸的 因为他一直喜欢着陆寻 却不敢表达出来 前围发现了笑话的不对劲 我之前那么心思动众地撮合他跟陆寻 结果他俩没在一起 我和陆寻却偷偷恋爱了 小新会不会觉得 我是用他在泡男人 这怎么解释呢 没想到笑话主动找前围聊聊 两人一起来到了操场 前围心里十分自主 毕竟之前自己大张旗鼓地撮合他俩在一起 没想到自己却跟陆寻在一起 他以为笑话是不喜欢陆寻的 可笑话却坦言自己是喜欢陆寻的 并且保留着儿时陆寻送给他的水晶项链 可陆寻明确地拒绝了他 学校所有关系跟我这边的传闹 我一直想找几个众说清楚 该K克名的爆发学员都是巧 跟那个什么人一起 只是那时前围以为是陆寻被拒绝了 笑话告诉前围 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单相思被别人发现 所以不敢告诉他实情 不过现在自己决定放弃这段不属于自己的感情了 但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做到去祝福你们 我想我需要一些时间 自己一个去笑话一下 希望你们能理解我 当然理解了 另一边得知前围和陆寻在一起后的李崇文 心情十分低落 暗恋他的于田本想安慰安慰他 可李崇文根本不接受他的好意 让于田心里很不适滋味 把一切过错算在了前围头上 他故意在网上散布前围脚踏两只船的故事消息 随后还找到笑话 他知道笑话和陆寻是青梅竹马 心里一定也不平衡 便让笑话和自己合作 这样他们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人 于田决定通过广播让前围下不了台 于是让笑话邀约前围来广播站参加访谈节目 四日 一行人来到广播站参加访谈节目 身为主持人的于田 故意将前围说成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人 还将前围与李崇文和陆寻之间复杂的关系 全部都讲出 希望以此来诋毁田围的人品 陆寻听到后立马跑向广播站 而李崇文赶紧为前围澄清 我是李崇文 前围长年一 我承认我确实喜欢他 也喜欢很久 但是他很早之前就已经拒绝我 是我一厢情愿 希望大家不要用误会去破坏属于我心里的这份回忆 大音刚落 陆寻就打不过来 我先来跟你道歉了 原来在不久前 前围提出自己想要做一个法律援助的手机软件 却遭到陆寻的强烈反对 这个事情根本就不现实 如果我们现在做的是网站 所有的一切我们都可以自己去包办 但是APP呢 现在市场上没有一款成熟的APP项目 没有现成的模板 难道我们自己去手写数据代码吗 而这一幕也让前围想起 在十年后陆寻也对自己这个提议吃反对态度 原来无论在哪个时空里都这么独断专心 从不考虑我的意见和感受 两人就此争吵起来 我提出一个想法 你都没有想可能性就拒绝我否定我 我是你的女朋友不是你的员工 我们是平等的 我也有自己的想法 随后两人不欢而散 在后面的日子 两个要强的人也是谁也不让谁 甚至放出狂话说谁先低头谁是狗 没想到这次的广播事件 陆寻竟然主动低头 向前为道歉 还当众学起了狗教 于天没想到自己精心设计的局 反而弄巧成桌让两人之间的矛盾化解了 不仅如此 还让两人大大方方的公开了关系 而他更加被李重文厌恶 事后 于天找到笑花 认为他背叛自己 但是笑花却告诉他自己从来都没答应要帮他 而且即使自己不能和陆寻在一起 他也不会让坏人来利用自己 这个女儿真的是全世界最好的女儿 可于天还不死心 他知道前为的项目急需合伙 故意将他的信息透露给骗子 骗子以千和同为由将前为骗到了久 不放心的陆寻赶紧去酒店找他 没想到等陆寻找到他时 他已经将骗子五发大绑地捆住了 可陆寻还心有力气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安全当回事 如果今天这个人带了其他的帮手 你怎么办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为什么告诉我 怎么没有考虑你的感受 我没有告诉你 当然是我觉得我自己可以解决 我自己有能力解决也不行 前为得知这次也是于天陷害之后 找到他谈心 我一直认为两个女生 不应该因为任何一个男生 站在对立关系上 因为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把你的善良和子孙都丢了 你知道吗 可于天却不为所动 甚至觉得此时的前为 是来炫耀自己赢的事实 情绪更加激动 表示还会继续与他作对的 于天你能不能清醒一点 从前我也像你一样 被爱情蒙蔽了双眼 到时候吃了亏 没有人会心疼你的 男人会抛弃你 但是你的事业成绩 你的朋友不会 你与其把这些坏心思 用在我身上 你不如好好去学习 不然十年之后 你就真的会后悔的 于天听了这番话 会不会醒悟呢 重活一世的他本想逆风反叛 却遇到了陆寻这个甜蜜的意外 打乱了他笔记本上 所有的计划 可陆寻却无意间看到了 前为笔记本上的内容 让他震惊不已 他才明白原来 前为的魏谷先知并不是偶然 因为他确确实实是 来自十年后 想不明白的他找到前为对峙 你之所以能够预知到这一切 是因为你是从2022年的未来来的 对吗 前为的沉默让他清楚了答案 可他不明白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为了改变你私人人生 还是为了明白你的遗号 所以我在 他原本的人生 他重新来过的人生 我都仅仅只是一个背景板 前为我在你的心里 到底算什么 你能告诉我 前为连忙解释 之所以没写 他不是因为不在乎他 只是他是自己穿越而来 遇到的甜蜜意外 可就算是意外 陆寻觉得两人在一起这么久 前为所规划的人生中 并没有加上自己 而自己的人生规划中全是他 让他觉得很心寒 绝望地离去 陆寻离开后 前为也自责地失声痛哭 陆寻 你这个傻子 你是我所有计划中 唯一的意外 但也是我最爱的那个意外 于是他带着精心 为陆寻准备的惊喜 跑出去找陆寻解释 就在踏上电梯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意外 回到了2022年 鸣鸣呼呼醒过来的 他看到床边的人 以为是陆寻 连忙抱了上去 而真正的陆寻进来后 看见两人拥抱的场面 落寞地离开了 清醒后前为 这才发现自己抱的事的重温 立马推开了他 随后冲出医院 寻找陆寻的身影 看到街上熟悉的场景 他才确定已经回到了2022年 他才明白之前 跟陆寻在一起的甜蜜 都只是一场梦而已 梦醒后的 他面对的是冷冰冰的现实 并没有苦心酝酿的爱情 等待着他 他仍旧是那个 一事无成的前为 可他去复查的时候 却在医生口中得知 他昏迷的期间 一直是陆寻在一旁照顾他 他还在陆寻办公室 找到许多梦境中 出现过的东西 连忙找到陆寻寻问情况 可陆寻的嘴比 他的发焦还硬 始终不敢承认 对前为的感情 你跟别人的梦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先告诉我 你梦境的是什么 然后呢 我回到了2011年 谈完一场最美好的恋爱 可是一觉醒来 发现什么都是假的 既然醒了之后 不再现实 前为虽然很生气 可到过去走了一遭的 他早已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他决定这次 由他主动出击 追回陆寻 只见他来到了陆寻家 不顾陆寻的阻拦 后脸皮的冲进房间 发现陆寻家里的摆设 竟然跟梦境中一模一样 为了进一步验证 他主动要求参观 但却被陆寻拉住 还警告前为 没经过他的允许 陆寻走来走 这时前为又主动 开始献殷起 陆寻为了掩盖 自己内心的羞辞 只好开始打起了游戏 没想到菜的不行 受到前为的嘲讽 陆寻哪里受过这样的脸事 立刻表现出 自己对游戏的熟练 没想到开局就挂了 看到前为在嘲笑自己 你笑 你有什么好笑的 你笑你来 前为接过手 轻而易举的就通关了 顿时让陆寻颜面扫地 前为立马安慰着陆寻 说自己只是运气好 反而让陆寻觉得 更没有面称 你怎么又动手动手 你别老是蹭来蹭去 你过去做 过去 生气地赶走了前为 前为走后 他才露出了真实的面孔 看到前为上赶着想不到自己 心里不禁乐开了花 回到家中的前为 想起陆寻赶走自己 有点泄气 这时 他收到了陆寻为他点的外卖 全是他爱吃的 陆寻 我心里就知道自己 瞬间心花怒放 次日 他又拉着陆寻陪自己去医院复杂 医生看到陆寻如此关心前为 误以为两人是情侣关系 傲娇的陆寻立马否认 称两人只是老板与员工的关系 可当前为不小心挽到家 他又担心得不得了 连忙将他背起来 在聚会上 前为单独与陆寻谈话 他询问陆寻 为什么宁愿为自己默默浮沃 也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可陆寻始终不承认 前为始终不放弃 他故意当着陆寻的面 喝了一嘴的咖啡面 本想让陆寻像自己在梦中 教他的那样为自己擦一下子 可陆寻看到却一点嫌弃 甚至觉得他脑子还没有完全恢复 两个傲娇的人 谁也不愿意低头先表白 两人僵持不下时 天上掉下的小姑娘 昔日的笑花找到陆寻有事相求 陆寻便带他回家细说 而前为却担心孤男寡女共主一事 会擦出爱的的火花 想要和他们一起去 陆寻却担心前为的身体吃不消 果断地拒绝了他 这时 前为发现包中有两人需要的资料 兴奋不已 这样自己便有理由跟着他们 他来到了陆寻的家门口 凭借着梦中记得的密码打开了锁 让陆寻十分吃惊 你怎么知道我家怎么 我知道 我真的问到你 我劝了 你还没揮不过来吗 前为看到笑花顿时有个危机感 工作结束了之后 我还不还想 笑花为缓解钢发 提出为两人泡茶 谁料前为净准确地说出 每一个东西所埋的位置 让笑花和陆寻都不惊讶 前为开玩笑称 自己在陆寻的心口中的坚固 所以知道一切 这时 笑花在泡茶时不小心烫到了手 也打湿了衣服 陆寻立马将自己的衣服给笑花围绳 让前为心生负义 因为在梦中 陆寻每一次脱外套都给了他 让前为觉得陆寻的衣服 似乎永远都只是属于他 反应过来的他准备去书房给笑花拿药 却被陆寻严厉呵斥并不止 说书房并没有药 我在梦里都来了 千天万万遍了 别说药 现在连你位子放哪儿我都知道啊 让陆寻十分生气 说那都只是前为梦中的情形 并非是真的 前为一指出陆寻对自己的爱 可陆寻却表示这些都不是自己做的 并凶狠地赶走了他 一旁的笑花不明白陆寻明明那么爱前为 却不愿说出来 他喜欢的人是李重文 他们两个人所谓的分手 不过就是少了一个将而已 李重文给他带来了好运 他就会开心 他一开心 他们两个人就会符合那我有必要跟他说那些吗 我明白你有你的骄傲 你怕有一天说出来会戳破 所有一切都没有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是因为你的骄傲 而错过了他 你不会遗憾吗 我看得出来 前为他很在乎你 你和前为都已经错过这么多次了 等到缘分耗尽的时候 就真的没有再下一次了 前为现在还在楼下 你去追还来得及 陆寻终于鼓起勇气追了出去 开着车默默跟在情为身后 并没有下车解释的意思 这让钱为十分寒心 对着陆寻的车生气地扔掉了他送给自己的签纸贺 随后跑回家去 或许老天也在可怜着他们 此时电闪雷霓 天降大雨 而陆寻终于想赢败冲了出去 站在前卫楼下大声表白 他承认了自己为前卫做的一切 可这一切都只是陆寻的想象 他根本没有勇气去表白 只是向前为发去消息让他早点休息 见前为熄灯后 便开车默默地离去 嘴比发焦还硬的他始终认为 感情并不是靠追来的 而是自身散发出来的魅力而吸引过来 可当他知道前卫去医院复查时 又偷偷摸摸地来到医院接他 当看到前卫出来时 又嘴硬地说自己只是在附近谈案子 顺便接他而已 而前卫早就明白他的心意 可傲娇的陆寻一直端着 不愿当面表明自己的心意 前卫决定放大招 一定要让陆寻承认对自己的爱 只见他告诉陆寻 从今以后的每一个陆寻都要去相亲 陆寻明显紧张起来 质问前卫原因 我也到了失婚的年龄 我妈手里那些青年才俊的人的资源也过多 和内部消化一下不是挺好的吗 对吧 对了 正好我今天请假 我一会就赶紧去商场 吃饭点新东西去 再见 说完 前卫便潇洒地离去 心想这次一定把这个傲娇的老板拿捏住 果不其然 在前卫走后 陆寻就慌了 不断地思考着对策 四日一早 前卫精心打扮后来到律所 陆寻看得眼睛都眩了 以为前卫改变策略想要勾引自己 可前卫却告诉他 我打来这么好 他也不是为了跟你吃 是为了我那些新冲门嫁点 陆寻连忙以工作为由阻断他 可前卫冒着离职的风险也要去相亲 眼见前卫上了电梯 陆寻赶紧跟上去 看到前卫穿得如此要预 忍不住脱下衣服帮他遮挡 这什么丑东西 我前他走 没有办法的陆寻 便以涨工资为由 试图让前卫跟自己回去工作 从而放弃相亲 可前卫并不满账 他只好跟着前卫一起去相亲 盼着前卫跟一个又一个男人相亲 陆寻有些着急 派作以待毙 我应该换一种方式 我得换备 我没主动就行 我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变成一个人 只见他主动找到前卫母亲 希望他能够拉自己进向亲群 前卫自然明白陆寻的小心思 立马将他拉进了群 在群里 陆寻故意跟前卫说着一些暧昧不清的话 甚至还将头像改成两人的合照 直接劝退了其他男人 让前卫生气不语 嚷嚷着要把他踢出群 可陆寻丝毫不慌 他已经将群里所有男人加了个步 准备挨个解释 我们马上就要在一起 希望您另一两人 不要耽误保护的时间 小样 可前卫却不放弃 依旧跟别人相亲 目的就是逼陆寻承认喜欢他 而陆寻还是选择继续跟着 时不时还出去捣乱 就是不肯大方地承认自己对前卫的喜欢 可今天陆寻再也坐不住 因为前卫的前男友李重文抱着鲜花走进来 打算重新追回前卫 陆寻慌忙地跑到前卫面前 鼓起勇气向前卫告白 我爱你 我心头的缺口就是你 哪怕你梦中的那个主角不是我 但是没关系 只要你答应我 我可以慢慢地 慢慢地 不管是现实还是在梦里 任何时候 我都可以变成你的主角 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宣示自己的主权 李重文看到这一幕 也由衷地送上自己的祝福 自从两人公过的恋情 每天都逆逆玩歪 就算在同一个公司上班 陆寻离开前卫一会儿 就开始想念他 前卫女士你好 你的男友阴 太受冷落 濒临死亡 请今晚前往定位地点 对他进行人工呼吸强求 不仅如此 难得学院毕业的陆寻 还给了前卫足够的安全感 这里面是我全部的银行榻 每一张的秘密 全都是你上大学实习的学号 以后我把我所有的钱 全都放在你这里 我去任何地方 见任何人 我都会给你放 我也绝对不会再让你感情 我要给你充足的安全感 女孩终于和自己心爱之人 步入婚姻的殿堂 可在婚礼开始之前 她竟然选择了逃婚 原来就在刚刚 龟丽看到身穿婚纱的前卫 忍不住夸赞 前卫提出要不两人 同时举办婚礼的 龟丽却惊恐不已 不了吧 算了 我真的我恐生了 你跟前川你俩是爽猫胎吧 那你们家是有爽猫胎基因的呀 那万一我要怀了 我很有可能我就是 生俩 还有可能生四个 万一我再怀一胎 就生六个了 到时候你说我身材杂整 我钱我还没放够呢 对吧 我好不容易不用再听我爸妈叨叨了 我还没自由呢 我就让这一帮娃给我进入了 现在在想什么呢 前卫嘴上吐槽着龟丽想的太多了 等龟丽走后 她又忍不住担心自己以后 真的会像闺蜜说的那样 被孩子占据了自己剩下的人生 那就太可怕了 她本想找陆寻吐槽一番 却意外撞见公婆与母亲 为了孩子以后学什么而上演的抽签场面 我这天没法用呢 我去挂救她了 而宾客们的祝福语全是早生贵子 前卫慌了 想不明白的她选择了逃婚 她一路小跑到场地外 赶紧上了车 谁料却发现司机竟然是老公陆寻 原来陆寻早就发现她狗狗碎碎的模样 看出她有逃跑的意思 早早在车上等候 前卫连忙解释着 前卫意识到是自己想多了以后 让陆寻回到婚礼现场 陆寻却表示现在没有回头路可走 多年后 前卫果然继承了家族的双胞胎基因 生了一窝的孩子 可她并没有之前闺蜜所说的那些焦虑 反而孩子的到来 让他们的小家更加的温馨与幸福 她也并没有因为孩子而失去自我 反倒是活得更加精彩 因为她有一个爱她 理解她的老公 人到中年的陆寻 也保持着自己的浪漫 送给前卫一对小金珠 他们两人的爱情就如这金子般兼顾起珍贵